你什么意思,明明知道萧金云和江家有仇,你还负他上位,你是不是忘了你儿子在江家治病啊? 江四少爷,是你们求着要给我治病的。 你闭嘴。 金云姐姐就一个女孩子,还坐着轮椅呢,江叔叔那么厉害,难道还怕一个萧金云?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,萧金云是残废了没有错,但他脑子又不蠢,他在江家住了这么久,早就摸清了江家的地儿。 那你也摸他啊。 你是在调戏我? 我一个小孩子,调戏你一个大男人干什么?你可别冤枉我,我可是个正经的小孩子。 照你这么说,是我不正经了? 谁知道哦,你三天两头来找我妈咪麻烦,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把我妈咪怎么样,还是要来找他。 谁知道你心里面盘算着什么,万一是基于他的美色,这也说不准。 豆豆故意扯开了话题,本来一心来找秦为且麻烦的江元桑,竟然忘了自己来这儿干什么了。 就他?我看上他?你做梦吧? 哼,还不承认。 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比他好看的,更何况他还这么恶毒,下辈子都不一定有人能看得上他。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,还不走? 走就走。 江元桑还真的就转身走了,秦为浅都有些看懵了,没想到江元桑还真的听了,他觉得有些好笑,见豆豆嘴角也离开笑了,秦为浅就知道,这小家伙古灵精怪的。 我是来找秦为浅的,为什么要走啊? 你不是要走了吗?怎么又回来了? 你故意激我,都是你教他的对不对?果然,上梁不争下梁外。 就你那知识,还用我妈咪教? 秦为浅就忽然笑了。 你说什么? 小家伙哼哼了两声,也不说话。 好啊,秦为浅,敢让你儿子欺负我? 我儿子才五岁,你没有二十五,也有二十了吧? 江元桑一下噎住了,像是有只苍蝇卡在自己喉咙里头,他被恶心到了,偏偏又不能把秦为浅怎么样。 既然你决定站在萧金鱼那一边,那以后就别来我们江家了,谁知道你按的是什么信。 那豆豆能转到江南医院治病吗? 自然是不能的,给他治病的,是我大哥专用的医生。 他去了江南医院,岂不是意味着医生也要跟着去啊? 我看江一切恢复得差不多了,这医生没必要二十四小时跟着吧。 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,我大哥能好才怪呢。 我真想不通,大哥为什么要留着你这个害人精? 还好意思天天往我家跑? 等我们收拾完萧金鱼,再狠狠教训你。 江原桑指着秦威浅,气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 管家和庸人面面相许,心想。 这四少爷也是脑子有坑,明明每次来找秦威浅都会被骂得狗血临头,还是欺而不舍。 秦威浅来一次,他就跑过来找一次嘛。 四少爷什么时候这么爱找女儿啊? 这种爱好有点不对头哦。 四少爷,家主回来了,您是否要见见家主啊? 自然是要去见的,到时候我要好好和大哥告他一状。 管家心想。 少爷您可别了啊,家主都没有找秦威浅麻烦,你来凑什么热闹。 都会儿闹起来,挨打的还是你。 但这种话,管家也不敢明说。 四少爷说得对,那我们现在就走。 好。 江元桑就甩袖离开了,人走远了,秦威浅的心情才稍微平复下来。 他抱起痘痘回了住院大楼,问医生手术的事情。 这几天孩子免疫力好了许多,手术需要准备的东西都已经安排妥当。 后天刚好是周三,可以进行手术了。 手术成功后,三天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 静养医到三个月,孩子基本就没事了。 会不会出意外啊? 这你就不用担心。 江家的医生在这方面,不说全世界第一,国内属一属二是肯定的。 就算出了意外,我们的医生也可以解决。 秦威浅放了心,还顺便把这件事情跟风九瓷汇报了一遍。 风九瓷好像是在忙,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听秦威浅说话。 匆匆忙忙地问他。 还有事吗?没事我就挂了。 秦威浅其实很想问他,豆豆动手术,他要不要回来看看孩子。 可不知为什么,在听到风九瓷冷酷的声音之后,秦威浅沉默了,感觉没意思。 没事了。 话音都还没完全落下,风九瓷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 妈咪,风叔叔有说要回来看我吗? 他抽不开身。 我还以为他会来看我呢。 算了,不来就不来吧,我一个人也可以的。 他不喜欢动手术,真的很害怕,这一点秦威浅是知道的。 别害怕,徐燕阿姨也会来看你,她会带好多好多好吃的,等你做完手术就可以吃了。 真的吗? 当然啊,妈咪不能骗我。 不骗。 逗逗十分的开心,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吃大鱼大肉了。 秦威浅离开江家之后,就给徐燕打了电话。 徐燕还挺仗义的,二话不说,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,专程跑来江城,还抱怨风九瓷。 真是的,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这么狠心? 逗逗后天就要做手术了,风九瓷也不说回来陪着。 他可能再忙吧,回不回来都差不多。 差多了,回来那是因为在意你,不回来才奇怪。 而且,我还听说风九瓷这次是和孟静秋一起去的封城,那女人有多喜欢风九瓷你不知道? 使不定两个人忙着忙着就忙到床上去了。 风九瓷不是那样的人,他如果真的喜欢孟静秋,不可能不说的,他肯定会有所表现。 他敢有什么表现? 风老夫人那么喜欢你和逗逗,那孟静秋什么都没有,最多也只能给风九瓷当小,他是绝对不敢摆到明面上的。 否则风老夫人肯定和他没完,说不定风九瓷继承的家产都要落到逗逗头上。 风九瓷敢说自己喜欢孟静秋吗? 徐嫣觉得秦为浅就是太天真了,这天底下的男人有几个是好的呀,越是有钱的男人越想着三妻四妾,毕竟他们是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。 孟静秋的身材好,长得也不算差,还是名门的千金小姐,只要稍微勾引一下,风九瓷能不心动吗? 他一个女的都会忍不住扑上去。 秦为浅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内心,和风九瓷相处了这么久,这一点秦为浅还是可以肯定的。 我相信风九瓷,他不回来是因为太忙了,而且我问过医生了,痘痘的手术会很成功,风九瓷再不再都不重要。 算了,说不了,你就天真吧,都什么年代了,还以为会有男人一进一夜,到时候可别哭。 徐嫣说完之后直接回房睡觉去了,秦为浅着一整晚怎么都睡不着,脑海当中回荡着徐嫣说过的话,他记在了心上。 风九瓷说过要对他负责,也说过不喜欢孟静秋,他们应该没什么吧,一起工作不代表会睡在一块儿呀,可是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痘痘呢? 那可是他的儿子。 秦为浅一想起痘痘那失落的表情,就非常的难受。 谈得怎么样了,墨家愿意把那块地卖给我们了吗? 同意了,合同也签了,秦为浅真是有面子,江城的权贵们都认识他,去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,都看在秦为浅的面子上给我们办理了。 不可能吧。 这都是真的。 我在江城这么久,那些权贵们也都见过一些。 除了江义清之外,我就没见他们高看过谁。 你们之所以办理交接那么顺利,完全是因为今天是周三,他们有空。 老夫人,我说的都是真的,这块地如果不是有秦为浅帮忙,大小姐也不可能顺利拿下。 萧柯拿着合同认真地看了好几遍,唯独对着价格抱有意义,把合同交给其他级人看。 那不是一块荒郊的地皮吗?为什么卖这么贵啊? 秦为浅该不会是和莫夫人串通一气坑我们的钱吧? 除了萧家的人之外,还有两个集团高层,一看总价,一个亿,被积得差点当场晕死过去。 稍微去探查过那片地皮的人都知道他不值钱,银行来估价,也就五千万吧。 秦为浅倒好,居然一个亿买下来,他难道不知道这钱是直接算在他们头上吗? 太过分了,秦为浅肯定是故意的。 一个亿,都能在市区卖一块地了。 老夫人啊,您可都睁大眼睛看看这个秦为浅干的好事。 集团本来就资金短缺,他倒好,竟然给我们穿小鞋啊。 大小姐不是保证过,秦为浅能办成吗? 这就是你说的办成。 就值五千万的东西,他花了一个亿。 我们公司的钱都是大分挂来的嘛。 上一次若不是将两家分公司卖出去,集团也不可能那么快度过危险期。 这资金都没回笼,就去买这么贵的一块破地。 他们越说越激动,就差直接冲上去找秦为浅问个清楚了。 秦为浅没有骗你们,只是一个亿很便宜了。 便宜啊?大小姐啊,是你们疯了还是我们疯了? 您才刚刚接手集团,应该还不了解公司的账目。 我们现在啊,拿不出太多的现金,这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。 我前几日收到正方的批文,这块荒地在开发计划中。 那他也不值这么多钱啊,你们这群小孩子简直就是乱来。 老夫人,这块地不能买,就算签了约,也不能把尾款给汇过去。 这块地啊,压根就不值钱。 秦为浅做的根本就不是人事,枉费我们这么相信他。 金云都说了,这块地要开发,就算买了也不会亏。 刘董,您冷静点。 我,我冷静得下来嘛。 冷静不下来就出去。 大小姐,您这是什么态度啊? 我也是公司的一员,难道我连发表意见的资格都没有了吗? 萧董晒的时候,他都没有您这么霸道。 金云,这到底怎么回事? 奶奶,江家一直在打压我们。 只要江一清不倒,萧家休想在江城买下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地皮。 我想在江城立足,这块地我必须买,一个亿的价格,不贵。 我看秦为浅,最近和江城的那些人走得很近。 你就不担心他对萧家心存不满,在价格上动手。 奶奶是觉得,只有秦婉儿这样的人,才不会害萧家吗?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。 刘董不了解秦为浅,难道你也不了解吗? 你知不知道上一次萧家出现经济危机,是谁帮的忙啊? 是封九瓷。 你还是不懂。 难不成,还能是秦为浅? 他每天就守着那个珠宝店卖东西,哪儿来这么多钱? 他是没有钱。 但你有没有想过,封九瓷为什么要帮我们? 他都去封城了,哪儿还有闲工夫帮萧家? 奶奶,一个人若是真心想要帮忙,就算自己身无分文,哪怕割肉卖鞋也会帮忙的。 任何人都有可能害萧家,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不会。 同时,这件事情也是我请求秦为浅帮忙做的。 你们可以不认可,但不允许说秦为浅一句不好。 稍微有点心的人只要一查就能知道,真正出资帮助萧家渡过难关的人是封九瓷。 我知道你和秦为浅关系好,也知道秦为浅帮了你很多忙。 反正合同已经签了,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 奶奶,你还不懂我的意思吗? 算了,你认定是封九瓷那就是封九瓷吧。 他脑子进水了,闲着没事做,花那么多钱来帮萧家,他神经病。 可能是生气了,萧金云推着轮椅离开,留下一群人面面相觑。 刘董感觉到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好像确实太过分了,十分心虚和愧疚地对着萧老夫人说。 呃,呃,这块地的价格贵是贵了点,但大小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你去准备一些礼品,给秦为浅送过去。 现在吗? 对,现在。 那是以大小姐的名义送,还是以您的? 萧老夫人陷入沉思。 用我的名义吧,我也算是萧家的长辈,这个礼送过去了,秦为浅就明白了我们的心意,也不枉费他白白为我们跑这一趟。 我觉得,还是用老夫人的名义送礼会好一些。 他年长,地位高,这礼送过去了,秦为浅就明白老夫人是感激他的。 如果用你的名义,他怕是会以为是大小姐吩咐的。 用老夫人的名义送,他真的会收吗? 还是,我亲自去一趟吧。 不行。 其实他们都知道,萧老夫人是打心底看不起秦为浅,所以之前才会那么针对的。 可现在秦为浅帮了萧家这么大一个忙,就算成交价格高出一倍,那也是萧家占了便宜。 他们理应感谢秦为浅。 那就以我的名义,给秦为浅送礼吧。 手下这就去办。 妈,您就不怕秦为浅收到您的礼物后胡思乱想? 我的确不想他跟萧家有关系,可是我都这么对他了,萧家都这般对他了,为什么他还要帮我们? 这句话萧老夫人在心底问了自己很多遍,她真的很奇怪,难道秦为浅就一点不计仇吗?一点都不计恨他们吗? 萧金云作为一个外人,都那么生气地为秦为浅指责自己,可秦为浅为什么还要帮他们? 萧老夫人心中的愧疚加深了,墨谦匆匆地离开,遇到了正准备上车的萧金云。 大小姐,老夫人让我去买些贵重的礼品给秦为浅送过去。 真的? 对,她亲口吩咐的。 我就知道奶奶不是个没有良心的人,可我看老夫人当时的脸色很是为难。 墨谦会声晦涩地描述当时的画面。 她自然是为难,眼睛瞎了宠了秦婉儿这么久,给钱时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,却百般针对秦为浅,她肯定是觉得丢脸下不了台了。 那我刚才岂不是惹到她了? 你没做错,你就应该这样。 她对不起秦为浅在先,就该她认错,只是送点礼物就不好意思了。 明天痘痘做手术,我还想让她亲自去手术摔手着呢? 不可。 你不用担心,我问过了,痘痘的手术地点在江南医院,刚好明天下午我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,就在江南医院旁边看,还邀请正方的人来。 有这么多人在,江医卿就算看到了我,也不敢动我。 痘痘动手术,没必要搞那么大阵仗吧?而且,老夫人也没说过要去看痘痘。 我受伤的时候,也很想有家人陪在身边。我想秦为浅虽然没说什么,但是她内心一定也很渴望有亲人的陪伴呢。 大小姐对秦为浅真好,可老夫人未必会答应。 萧金云和萧老夫人说过,痘痘一定要做手术的事,她但凡有点良心,一定会去医院探望痘痘。 可如果萧老夫人不愿意,萧金云也没办法,礼品就像流水一样地送到秦为浅的住处。 这是萧老夫人命我送过来的,她很少给人送礼。 还挺贵的,你们家老夫人真大方,一出手就是好几十万的营养品。 可我记得她之前送给秦婉儿的东西,每一样都是七回数齐步。 要不是我们家浅浅帮了她的忙,她也不会想到要送礼物吧。 原本已经想好很多说辞的墨迁,有种被人当面揭穿的窘迫感,也不知道要怎么为萧老夫人说好话了。 她十分尴尬地就对秦为浅说。 老夫人这一次是真心实意地想感谢你。 她知道痘痘明天要做手术,还真正嘱咐我买了最贵的烟窝,这都是进口的。 有钱都未必买得到,她还说明天要去医院看痘痘呢。 徐燕说的话太恶毒了吧,把墨迁都说得紧张了,一时口快说了出来,可这话一说出口她就后悔了。 真的? 墨迁磕磕巴巴地不敢承认。 一看就是假的,这些礼物也是萧金云让送过来的。 浅浅,我告诉你,他们萧家也就萧金云这么一个有感恩的心。 不是的,这些真的都是老夫人吩咐我送的,和大小姐没有一点关系。 萧金云还真是聪明,比那群大人们更懂得人情事故多了,这送礼都知道用别人的名义了。 不过都是自己人,不用搞那么多弯弯绕绕,浅浅帮萧金云并不是为了钱。 这真的不是大小姐的意思。 礼品我就收下了,你回去告诉金云,谢谢她。 这…… 如果这些都是萧老夫人的好意,那我是不会收的,因为我帮的是萧金云这个人,而不是她。 我只收萧金云的礼。 墨迁是个聪明人,秦为浅把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,他也不好意思再给萧老夫人说什么好话。 毕竟萧老夫人以前是真的对秦为浅不怎么样,现在秦为浅帮了萧家的忙,他这礼品就跟流水一样地送进来,让人看了多少有些攀附的嫌疑。 人走了之后…… 秦秦,这些都是好东西,还有这个润腹膏,我听说效果特别好。 你喜欢就送你吧。 这都是萧家送给你的,我怎么好意思拿,况且我刚才对墨迁还挺凶的。 既然送给了我,那就是我的东西了,我刚好用不上,风九慈上次去商场帮豆豆买衣服的时候,一次信给我买了两套护肤品,都放在角落里积灰了。 这么一说,风九慈对你其实还挺好的。 差不多吧。 秦为浅对风九慈的感觉就很奇怪,有时候感觉风九慈对自己挺好的,但有时候又觉得他非常地讨人厌。 豆豆要做手术的事情,他已经和风九慈说了,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秦为浅真是越想越生气。 算算时间,萧金云也该来了吧。 你等萧金云做什么? 我刚好有点事情,要跟他好好谈谈。 秦为浅听出来了,他这哪是要谈什么事情啊,分明就是等着报复萧金云。 秦为浅拿出手机就要给萧金云打电话,谢周芳却是一个箭步冲上来,把他的手机夺了过去。 江义庆,这就是你的意思。 秦小姐如果真的要问,那么我们家主刚好有一个疑惑,为什么莫夫人名下的那一块地卖给了萧金云? 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件事来的,为什么不去莫家,而是来找我? 那块地是莫家要卖的,关我什么事? 莫夫人都已经全部交代了,是你欺骗了他。 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清楚,我怎么欺骗他? 你现在是可以不承认,家主也知道你没有留下任何证据,但你觉得只要自己不承认就没事了吗? 你帮萧金云就是在和江家作对,就算你之前救过江家,也没用。 你想做什么? 萧金云也该来了。 金云既然敢来,就说明他做有充分的准备,而且正方的人也在。 江一清,别丢了一块地,就跟死了爹妈似的。 生意上的事各凭本事,既不如人就要耍阴招。 你太可恶了。 秦薇简白了他一眼,比起来他们俩兄弟才可恶吧,明明一切都商量得好好的,江家却在紧要关头给他使绊子。 好歹也是江城第一大家族,居然这么不讲信用。 他原本以为只有江原桑讨人厌。 但看江一清那全然知晓的样子,心想,这肯定也是江一清的意思,否则江原桑哪里敢胡作非为呢? 早知道会这样,当初就是江原桑跪死在他面前,他也不会心软,就应该让江一清死在病床上。 大哥,他太过分了,压根就不把你放在眼里。 枉费我们对他儿子这么好,他就是来这样报答我们的。 他跟萧金云什么关系啊,胳膊肘往外拐,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呀。 大哥,还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。 来人,去把手术室里面的医生叫出来,谁也不准再给秦豆豆动手术了。 一瞬间,匆匆忙忙地朝着手术室的大门走去。 去把手术室里面的医生叫出来,谁也不准再给秦豆豆动手术了。 一个手术罢了,既然你们想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,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。 整个医院的监控,都被我的人控制了。 江家主若是真的要这么做,那就小心了,我可以告你谋杀。 刚好,正方的人就在江南医院附近。 我倒是要看看,作为江城第一富豪的江家主厉害,还是正方的人厉害? 他说的都是真的,我这就去查。 不用查了,我既然说得出口,那就一定是真的。 刚好江南医院附近,有不少记者媒体,我不介意把他们都请过来说说理。 四少爷不久前,刚刚在媒体面前大肆夸赞了江家主,赢得不少赞美。 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把事情闹大,他们还会不会如你们所想的那样,对江家赞誉有加? 秦威浅见江亦轻不说话。 看来江家主是聪明人,不像你那个愚蠢的弟弟。 你认为我不敢动你? 我独你,不敢动我。 不愧是封九慈看上的女人,你依仗的无非是正方的人罢了。 是。 就这两个老东西的分量,不足以让我自降身份。 我今天就是当着他们的面为难你,他们也不敢自身。 那江家主可要想清楚了,稍微一个不注意,这江城就要易主了。 我若是没记错,江家主一直盯着南天项目不放,就是想要得到正方的支持。 秦威浅哪壶不开提哪壶? 因为南天项目的事情,江亦轻犹豫了许久。 能想到的法子和手段全都用过了,就是拿不到这项目。 可比起资历和背景,江家比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底蕴接下这项目。 可偏偏就是没有正方的支持,否则这个项目也不会落到云城,更不会落到齐子恒的手上。 秦威浅才不相信江亦轻一点也不在乎呢,而他的话也成功威胁到了江亦轻。 聂文豪回来了,笛声在江亦轻的耳边说了几句。 江元桑伸长了脖子去听,结果还真的跟秦威浅说得一模一样。 已经处理好了,但录像有一部分流出去了。 看来你还真是准备充分啊。 否则我哪敢来? 秦逗逗的事我可以不追究,但萧家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 我要动的人是萧金云,只要你老老实实的,我不会为难你,但是你越界了。 你松手! 秦威浅几乎是怒吼出声,男人挥手,秦威浅被强大的力量推开,摔倒在地上。 江亦轻,你要做什么? 让封九四管好他的女人,再有下一次。 我不介意亲手把她的脖子拧断。 好啊,你的话我会原封不动转告给总裁。 到时候是谁的脖子断,你可要小心了。 你不过是封九四身边的一条狗,还想威胁家主。 狗最起码还知道忠诚,可你们家主连狗都不如。 谢周芳怒了,一记拳头砸过来,陈奇推开秦威浅,不甘示弱地回了一拳。 身后的保镖们也纷纷地上前去围攻谢周芳。 江家这边的护卫队再也忍不住了,众人一拥而上,场面顿时大乱。 肖金云受到封省之后第一时间带着人赶过来,进到医院时,发现双方已经扭打成了一团。 都给我住手。 江一清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说话的老头,发现他正是帝都安排下了审查的柳荆轲。 在正方的地位不高不低,江一清刚好不放在眼里。 这是江家的私事。 聚众斗殴,这是私事。江一清啊,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? 你是要管我江家的事。 怎么,你还敢威胁我?看来江家是不想在江城发展了。 你信不信,只要我一句话,你江家所有的生意都要停摆。 看来是这些年正方大力扶持的后遗症,让江家主觉得自己就是这江城的主人了。 柳书记,您这次回去可要好好给上头汇报一下,否则他们都不知道江一清竟然都有这种气魄了。 你给我闭嘴,存心害我们是不是? 这还需要我害吗?你大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? 他三番两次顶撞正方来的人,不就是认为江城是他的地盘吗? 肖坚云计较,全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势。 他虽然跟江一清有仇,但他又不是傻子,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也知道江一清从头到尾都没把他放在眼里过。 但如果江一清还敢这么不实抬举和正方说话,那他丢掉的就不只是那块地那么简单了,他将要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。 江一清上一次就是和正方的人干起来,虽然没有直接动手,但已经惹怒了正方的人。 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江一清已经垄断了整个江城市场,也该意识到,江一清早就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人了,江家也不是正方可以控制的了。 肖坚云正是摸清楚了这一点,所以他无所畏惧,他甚至还希望江一清能够像以前一样直接动手,这样他才好把事情闹大。 准确来说,应该是让这位柳书记把事情搞得更大才对。 肖坚云还等着江一清动手呢,在一旁冷笑着。 江家主怎么不说话了呀,难道是觉得我说得特别对,还是你其实非常尊重正方的人,身为是我在冤枉你了? 还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,那就让你的人乖乖退下去。 这里是医院,不知道的人,还以为你们是要谋财害命呢? 笑话?这是我江家的地盘,凭什么听你的? 不听我的也行,反正大家都不是傻子,柳书记也在。 你们刚才想对秦为浅做什么来着,继续啊,我们就是一群观众,不参与。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我们绝不阻拦。 家主,不如就算了。 江家在江城的所作所为,已经引起上头的注意。 江家主啊,您是个聪明人,什么人的面子能博,什么人不能博,你该清楚了。 这个江城的主人是你,没错,但也可以不是你。 我懂。 那就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。 可以,柳书记劳苦功高,又为了我们这些平民的事费心了。 袁桑,扶他去休息休息。 大哥这话真的不是在搞笑吗? 可这话江元桑就是不敢问出来,怕自己又挨打。 这边请,萧大小姐,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,不知道现在问方不方便。 直觉告诉萧金云,他们还有别的行动,所以萧金云二话不说,就直接推开轮椅想要离开。 谢周芳一个剑步走上前,直接就把萧金云去路给挡住了。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 江家主想要在正方的眼皮子底下动手吗? 已经走到门口的柳青柯停下脚步回头。 嗯?里面发生了什么? 家主要和萧大小姐讨论私事,外人不便靠近。 哎,是不是,我看过了才知道。 四少爷,家主吩咐你的事可要做好了,他让你带柳书记去喝茶,你还愣着干什么? 江元桑恍然大悟,一把抓住柳青柯说。 啊,这边请。 啊,你们,你们这是在做什么? 能干什么?自然是请你喝茶。 走走走,你怎么不走了?这样请你,还不够有诚意啊。 他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,江一清刚才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想要支开他,好自己动手。 柳青柯暗自心惊,没想到江一清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,他非常的恼火。 哎呀,你们江家简直是无法无天,竟然敢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,我要去搞状,我要狠狠地搞你们的状,太可恶了。 放开我,放开我。 他愤怒地挣扎,几乎是被人连拖带拽地弄出去了。 整个江南医院都在江家的掌控当中,没有了柳青柯这个麻烦的人在,这就是江一清的地盘了。 看着肖金云手中唯一的筹码被拒之门外时, 你还有什么招数,尽管使出来。